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是万物收获的季节 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 徐斌和他的姐姐两个人等在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的大厅里 徐斌这一天要和自己的未婚妻程彦玲进行婚姻登记 到了约定的时间 新娘的程彦玲没有出现 等了一会儿姐姐就着急了 就对徐斌讲 你给他打一个电话 徐斌这个时候就拨打了程彦玲的手机 结果这个手机是关机的提示 姐姐就问徐斌 说你昨天去送彩礼钱的时候 蒋妹讲好今天要进行结婚登记 徐斌委屈的就摊开双手 对姐姐说昨天我们反复确认过了 陈彦玲的母亲说陪他一块来 当时我姐夫李康生也在场 他一提到李康生啊 徐斌的姐姐脸色马上就变得难看 姐姐对徐斌讲 十有八九这是李康生搞的鬼 肯定他是为了离婚霸占财产 搞的阴谋诡计 姐弟俩苦等一天 最终还是没有等来弟弟的女朋友 可是姐姐为何会认定 这件事是自己的丈夫从中高贵呢 这姐夫李康生和弟弟的女友 又有什么关系 这件事啊 我们还要从徐斌找对象谈起 徐斌相貌一般 工作一般 家庭条件也一般 所以他多次相亲 总是高不成低不就 不是别人看不上他 就是他看不上别人 随着年龄的增长啊 徐斌对自己的婚姻大事 就慢慢失去了信心 但是姐姐没有放弃 姐姐觉得父母不在了 自己这个弟弟的婚姻大事 他一定要管到底 可是另一方面 姐姐又和自己的丈夫 李康生在闹离婚 这个原因是因为李康生在外面有了相好 李康生有了相好以后啊 回到家中主动和自己的妻子提出离婚 并且还提出了一个非常苛刻的条件 他说我要分得大部分的家庭财产 因为这个家庭财产大部分收入都是我挣来的 徐斌的姐姐不愿意了 你有外遇你是有过错方 你应该赔偿我的经济损失 两口子打了两年的离婚大战 这个李康生也不在家住 住在外边 隔一段回来就和徐斌的姐姐闹一场 徐斌的姐姐为了躲避自己这个无赖的丈夫 就搬到了弟弟徐斌家去住 他们两口正在闹离婚期间 有一天李康生就给徐斌打了电话 说要给徐斌介绍对象 徐斌接到这个电话以后心中非常诧异 因为他知道姐姐和姐夫在闹离婚 现在姐夫要给自己介绍对象 结果李康生在电话那边仿佛就猜透了徐斌的心思 就对徐斌说 徐斌 你不要以为我和你姐离婚 我就不管你了 不管怎么样 你是我的小舅子 现在这个女的是我的客户的女儿 她家庭条件非常好 人长得也不错 人家现在就想找一个老实人 所以我就把她介绍给你了 这徐斌一看自己的心思被姐夫猜透了 也有点不好意思了 他在电话里就感谢了姐夫李康生 同时担心的问 说我这个条件一般 人家会同意吗 李康生听了以后 就笑着对徐斌讲 人家是找的老实人 我觉得你比较合适 所以我就把她介绍给你 她叫程彦玲 我先把她的手机号码发给你 你们两个人先聊聊看 不过这事你别告诉你姐 李康生就把程彦玲的手机号码发给了徐斌 徐斌就把她加为通讯录的好友 然后又把她加了微信好友 坦克不安的发出了一声问号 没有想到很快 程彦玲就回复了一个笑脸 徐斌一看 心情就有点激动 于是就开始和对方聊起挑来 他没有想到姐夫介绍 这个程彦玲的女孩子 跟自己这么投缘 第一次两个人聊天就聊到了半夜 从那天起 徐斌每天回家后 就躲进自己的房间 跟程彦玲在网上聊天 两个人无话不说 很快便陷入了热恋当中 而姐会与汤生也经常会给徐斌打电话 询问他跟程彦玲的感情进展 可徐斌没有想到 自己最近的这些变化 都被姐姐看在了眼里 姐姐就问徐斌 说你有女朋友了 徐斌非常高兴 告诉姐姐 我有女朋友了 现在关系发展比较好 然后就告诉了姐姐 并且把照片给姐姐看 姐姐一看程彦玲的照片 也非常高兴 姐姐就问他说 谁给你介绍的对象 徐斌就有点吞吞吐吐的 告诉了姐姐 说是我姐夫李康生介绍 他就问徐斌 说你和程彦玲见面了吗 他这一问 问到了问题之所在 徐斌虽然短信微信 偶尔还打几个电话 和对方聊的确实是热火朝天 但是直到目前 他连对方的面都没见过 所以他也只好如实地告诉姐姐 说程彦玲在他们家族的公司 刚接管营销业务 他工作忙 我一直约他 他出不来 姐姐一听就摇了摇头 告诉习斌 我跟你讲 网恋不可靠 特别是像你姐夫这样的人介绍的对象 你都没有见过面 两个人就谈得这么热火朝天 你一定要小心 你最好是跟他抽空 见个面 于是第二天 徐斌就开始约程彦玲见面 而程彦玲给他的理由确实是工作忙 加教研 让他缓一缓 就这样连续约了几次以后 有一天 程彦玲终于答应和他见面 这个徐斌穿上自己最漂亮的西装 打好领带 在约定时间来到了两个人约好的咖啡厅 结果过了约定的时间一个多小时 程彦玲还没有见面 这个徐斌正在焦虑之中 突然他的肩膀被别人拍了一下 然后有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 徐斌 徐斌扭头一看 这个人不是别人 是谁呀 是他姐夫李康生 第一次跟女友约会 姐夫为何突然出现 他跟我讲了 约好今天和你在这个地方见面 但是不凑巧公司突然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客户 姐夫空降约会现场 究竟是帮女友请假还是另有玄机 你忘他家里送三十万元的彩礼钱 他自然就会不易 听姐夫的话 送女友家三十万元彩礼后 女友却突然消失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被姐夫算计了 正在播出 只见李康生笑嘻嘻地站在他旁边 手里拿一个纸袋 李康生就坐在了徐斌的面前 对徐斌说 我刚才去程彦霖那个公司办事 他跟我讲了 约好今天和你在这个地方见面 但是不凑巧公司突然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客户 所以他必须要陪客户 因此来不了 他给你买了见面礼 托我给你送来 并且给你解释一下 说完呢 他把手中这个纸袋就递给了徐斌 徐斌打开这个纸袋 一看里面放了一个钱包 这个钱包一看呢 还是一个名牌的钱包 听了姐夫的解释 看了女朋友送来这么贵重的见面里 徐斌呢 自己是感到惭愧了 于是啊 他很不好意思 他就在心中暗下决心 从今以后要全身心的对陈彦玲好 因为陈彦玲刚接管公司的业务 他什么时候见面 让他说 自己不要急 从此徐斌一如既往的和陈彦玲在网上聊天 再也不提和陈彦玲见面的事情 没想到 半个月之后 徐斌却突然收到了陈彦玲发来的一条短信 顿时让徐斌喜出望外 他没有想到陈彦玲竟然主动约他在周末见面 而且一起吃饭 这徐斌太高兴了 得到这个消息以后 马上又是提着精神 早早来到了约好的这个饭店 坐在饭店里面 他就盯着那个门 进来一个女的 他就盯着看 看看是不是自己的女朋友陈彦玲 盯了一会儿 终于看见一个漂亮的女孩子迎面走来 这个女孩不是别人 就是他遭思暮想的女友 陈彦玲 这时候 徐斌内心澎湃 激动的站起来迎上前去 主动伸出了手 没有想到 陈彦玲并没有握他这个手 反而是陈彦玲身边的人 伸出手来握住了徐斌的手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呢 是一个四十多岁风韵犹存的中年妇女 这个中年妇女啊 握住了徐斌的手以后啊 对徐斌说 我是陈彦玲的妈妈 你就喊我李阿姨就行了 然后呢 就开始和徐斌聊起挑脸 在整个吃饭的过程当中 也都是陈彦玲的母亲和徐斌聊天 而陈彦玲呢 基本上不说话 所以这顿饭吃着跟他妈聊着天 眼睛啊 不时看一下自己的女朋友 但是在女朋友的脸上 他也看不出什么表情了呀 所以这顿饭吃完以后 他回家的路上啊 越想越沮丧 觉得自己好像没有过关 结果这个徐斌就闷头不响的 坐到自己的房间里啊 就开始唉声叹气 没想到 过了一会儿 他手机传来了微信的提示音 他一看呢 是陈彦玲发过来的 陈彦玲讲 我父母不希望我在男人面前表现的过于热情 所以今天我见你的时候 可能你会觉得我比较冷淡 其实我心里还是挺喜欢你的 哎呦 这个短信呢 就像大社令一样啊 徐斌看了以后 我欣喜若狂 徐斌呢紧接着又提出一个请求 说咱们交往这么长时间了 我年龄也不小了 咱们能不能讨论咱们的终身大事 结果陈彦玲啊 很快回了个短信 陈彦玲在短信里说 我虽然愿意嫁给你 我妈妈呢 也认为你是个好人 但是 现在我爸爸不同意 我爸爸说 无论是你的年龄 还是你的职业 包括你的经济条件 都不能给我们家带来帮助 他怕我吃苦 所以他不同意咱们俩婚事 看到这个消息啊 当时那一桶冷水从头浇到脚 徐斌呢就彻底呆了 看到这条消息 徐斌心里顿时凉了大半节 他没想到 自己好不容易得来的爱情 就这么快败到在现实面前 可是陈彦玲讲的也是实话 自己的条件确实一般 那么这到底该怎么办呢 第二天 他就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了李康生 没想到李康生在电话里听完以后啊 竟然黑黑一笑说 这不是什么难题 我教你一招 马上就能把他爸爸搞定 徐斌一听马上又跟打了鸡血一样 来了经济神 说姐夫到底什么着 你告诉我 我愿意配合你去做 李康生在电话里说 其实他爸爸谈这些条件 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担心他女儿今后跟着你受苦 很简单啊 你往他家里送三十万元的彩礼钱 你是彩礼钱一送 他一看 你有急需 而且经济条件还不错 女儿跟着你将来也不会受苦 他自然就会同意的 徐斌一算呢 自己只有二十万元的存款 还差十万元 于是就向姐姐开口借着十万元 并且说是给女朋友家送彩礼 把前言后果这么一讲 姐姐一听啊 马上就警觉了 又是李康生教你的 是不是 你小心啊 他是不是耍什么阴谋诡啊 徐斌那就对姐姐解释说 姐啊 你不是一直关心我 想让我早日成家吗 现在这个程彦琳他同意 这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机会啊 如果过了这个村可能就没这个店了 现在看到弟弟这么着急 姐姐啊就对 徐斌讲 说那这样吧 徐斌 反正你不够的钱 姐姐都可以借给你 没有问题 但是我只有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就是你送完彩礼以后 你们两个人马上要进行结婚登记 徐斌得到了姐姐的认可以后啊 马上就给李康生回了电话 说没问题 这三十万元我已经凑齐了 但是有一条 我送完彩礼以后 第二天我们就要进行结婚登记 李康生一听在电话里就笑了 说这你放心啊 他接了你彩礼 你的这个目的很明确啊 那就是以结婚为目的嘛 所以他肯定会给你办结婚登记手续 徐斌呢 马上就给银行打电话预约取款 同时他又给程彦玲发了微信 说明天晚上我要到你家送三十万元的彩礼签 过了一会儿啊 女朋友程彦玲就回了个微信 说你这个主意不错 但是我爸这个人的脾气很倔 你要到我家来啊 我怕他对你不礼貌 你这样吧 你把这个彩礼啊 还送到我们上次约的那个咖啡馆 第二天 徐斌就提着取出这三十万元 来到了约好的咖啡馆 进了咖啡馆的看到 程彦玲的母亲在场 自己的姐夫李康生也在场 唯独那个女友程彦玲不在场 他当时就感到有点奇怪 程彦玲的母亲啊就微笑着对他解释说 本来我和彦玲就要出门了 突然呢公司那面又有点业务需要处理 所以彦玲啊就到公司去加班去处理业务去了 他就让我来带他把这个彩礼钱接走 徐斌一听这个心里哪还有任何疑问呢 就把这三十万元拱手交给了程彦玲的母亲 程彦玲的母亲接过这三十万元以后啊 笑着对他说 小徐你放心 明天我陪着彦玲一块去跟你们办结婚登记手续 就这样 有了我们案件开头那一幕 徐斌和姐姐等在民政局的婚姻登记大厅里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到了关键的时候 这个程彦玲没有来 回到家以后呢 就接到了程彦玲的一个微信 这个微信上说什么呢 说很抱歉 我今天上午啊 没有去和你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我觉得我这个婚姻的选择还是太草率了 请你给我留一点时间 我要好好考虑考虑 这徐斌那马上就打他的电话 但是程彦玲不接 再打程彦玲关机了 他就把这个情况啊 跟姐姐说了 姐姐一听说 他不愿意结婚算了 咱们这也不能勉强的 但是彩礼钱要让他退回来 徐斌说我现在联系不上啊 现在他手机关机了 姐姐就说到公司找他去 徐斌一想 什么公司 在什么地点办公 他都不知道 他连去都没去过 姐姐一听更挤了 说你赶快给李康生打电话 让他给你提供这个女的的地址 于是啊 徐斌就给李康生打了电话 讲了情况 说自己要去追回彩礼钱 没想到这个时候 李康生在电话里语气变了 他说我只是切线搭桥 让你们两个人认识 你们两个人谈不谈恋爱 你们两个人结不结婚 这跟我都没有什么关系 送不送彩礼 这也是你自己自愿 我现在怎么可能带着你去到我客户那去要钱 以后我还怎么跟人家做生意 徐斌把情况跟姐弟说 姐姐马上就断定 我一直说这是李康生 为了离婚霸占财产使得阴谋轨迹 你不相信 你看现在果然就这个情况 走咱们两个人去找李康生 本以为找到何一女友 不料是中了姐夫李康生的圈套 这个程彦霖的母亲 实际上就是李康生的乡 姐夫把情人的女儿介绍给自己 到底有何一个目的 用情人的女儿 程彦霖的名义 和所谓徐斌谈恋 结果就是这一系列的假象 让徐斌信以为真 最后将三十万元的彩礼钱 拱手送给了他们 为了和姐姐离婚 达到霸占财产的目的 姐夫竟然涉取骗走三十万元钱 这到底算不算诈骗 我被姐夫算计了 正在播出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多方打探 终于打探到了李康生的居住地址 他们向周围邻居打听 有没有一个叫李康生的人就住在这儿 邻居都说是有这个人住在这儿 一年前他们一家三口搬过来了 夫妻两个加上一个女儿啊 我们经常看到她 姐姐和徐斌一听啊 两个人就在小区里面等候 果然发现李康生和陈燕玲的母亲他们两个人同居在一起 这个陈燕玲的母亲实际上就是李康生的相好 确认五五五以后啊 徐斌的姐姐和徐斌两个人就登门去讨债 没有想到他们进屋看到了李康生和陈燕玲的母亲以后啊 这李康生竟然厚言无耻的说 啊 你今天还知道来上门找我啊 我要跟你离婚 你不离 我让你分财产 你不分 那没有办法 我也要生存 所以我只好用这个办法拿回我该拿回的钱 姐姐指着李康生的鼻子说 你是有妇之夫 你竟然和别的女人非法同居 你这个人我告诉你 我跟你没完 姐姐就跟徐斌商量 咱们两个人到公安局告他诈骗 为了文所起见啊 两个人在去公安局之前 先来到了一家律师事务所 请教律师可不可以告自己的丈夫李康生诈骗 律师听徐斌把全部情况介绍完以后啊 就给他们分析讲 说你姐姐和李康生两个人呢 是夫妻 现在虽然闹矛盾 但是还没有离婚 而这三十万元当中 又有你姐姐的十万元 这十万元理论上讲都属于家庭的共同财产 所以他虽然使了这个阴谋诡计把钱骗走了 但是你要说是诈骗 可能公安机关呢 还不会立案 因为这牵扯到你们家庭的经济纠纷 但是有一点 你这个李康生 是没有离婚和别人非法同居 而且众位邻居又知道他们是夫妻 他实际上是涉嫌了重婚犯罪 姐姐和徐斌一听说 这也可以啊 告不了他诈骗 那告他重婚 也到公安局去 律师又告诉他了 你这个不能到公安局去 你这属于自诉案件 要你自己到法院去告状 公安局不管 徐斌和姐姐听完律师的话 感到十分的不理解 这重婚罪明明属于刑事犯罪 自己为何还不能去公安局报案呢 那自己又该如何起诉李康生呢 徐斌和他姐姐的这种困惑 实际上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问题 什么叫做刑事自诉案件 我们来看一下 自诉案件 就是指被害人和法定代理人 到法院自己提起诉讼 由人民法院受理的轻微的刑事案件 关于自诉案件 我国刑事诉讼法有明确的规定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04条规定 自诉案件包括下列案件 一 告诉才处理的案件 二 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 三 被害人有证据证明 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 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 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 根据这个规定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下面一些案件属于自诉案件 哪些案件呢 轻伤害案件 也就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 还有虐待 还有重婚 像这一类案件呢 都属于当事人的自诉案件 于是啊 徐斌的姐姐就在律师的帮助下 对李康生和陈彦玲的母亲两个人 提起了重婚的刑事自诉案件 在法院开庭审理那天 被告人李康生和他的情人两个人都当庭认了罪 他们供述啊 李康生小离婚 但是自诉人徐斌的姐姐不同意离婚 所以李康生就和自己的情人商量了一个计谋 用情人的女儿 陈彦玲的名义 和所谓徐斌谈恋爱 来骗徐斌上当受骗 并且让陈彦玲的母亲 也就是李康生的情人 以陈彦玲的名义 不停的跟徐斌短信聊天 跟他发微信发照片 来骗徐斌 李康生和情人商量好以后啊 还让他的情人带着陈彦玲一块来和徐斌吃饭 但是给陈彦玲讲的只是陪妈妈的客户吃个饭 所以陈彦玲什么都不知道 因此在饭桌上也没有和徐斌讲什么话 结果就是这一系列的假象 让徐斌信以为真 最后将三十万元的彩礼钱拱手送给了他们 但是自诉人徐斌的姐姐啊 愿意收回这三十万元 就是不同意和他们调解 更不同意撤诉 所以最后法院呢 依法判决反案的二被告人 就是李康生和陈彦玲的母亲 也就是他的情人啊 两个人构成了重婚罪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缓刑一年 李康生为了一己私利 不惜涉计谋骗财产 最终自己啊 也成了有罪之人 而徐斌被骗的经历 实际上也启示我们 对于那些从天而降的美好的东西 包括本案的美好爱情 还是要有一丝警惕之心 好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母亲已经去世两年 她为何千方百计隐瞒消息 万一哪天母亲单位知道 她这每个月三千多元的退休金 可就泡不干了 骗了退休金还不够 她又和表哥联手去骗医保 徐大海给贺元拿来一碟的医疗费单据 合伙骗钱的表兄弟最终又为何反目成仇 表哥把我拉下水 明日播出